在讲诸欧章之前 贺雪就用玉利宝钞里面的一段事情 跟各位前面分享 过去我们说人死了会上奈何桥 对不对 确确实实有这么一回事 我又是在一个很机缘的情况之下 得知奈何桥这件事情 那过程就不要说了 那么多的怪力乱神都会让我觉得 觉得心里面觉得奇奇怪怪 他说他眼睛一闭 他看到一座桥 即将要过桥的时候 走到一半后面有人拉 这是一个年轻人 从来没有宗教信仰 从来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他在病危的时候 躺在三军总医院里面 之后他冒出这句话 是有奈何桥的 但是因为年轻人没造恶 所以那个桥他可以过 过了就回不来了 就幽冥两格了 可是如果我们人造恶呢 奈何桥就像电影上你看的一样 它就是两个细细的绳索 然后下面很多薄薄的宣纸铺在上面 我讲宣纸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纸啊 你要讲A4也没关系啦 不要在这个上面跟我计较 因为那条桥你也不想走了 我们走天桥好不好 我们不要去走奈何桥 在桥下面 确确实实是有万童聪动的毒蛇 在毒的蛇它下面都有 为什么 他说人一死犯罪者都要经过奈何桥 这边是讲奈何桥 你犯罪人经过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没有犯错人就是一条桥 对不对 有犯错人你会看到桥下面 桥是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岌岌可危 风一吹就晃来晃去 然后可怕是桥下面 万蛇聪动 那这些蛇从哪里来的 人世间恶毒的心肠 所幻化出来的 记不记得过去 我们有读坊间一个故事 叫做北天玄吉上帝 北极玄天上帝 他不是剖他的父吗 他的胃变成龟 他的肠就变成蛇吗 那玉律宝超也讲 奈何桥下那些的响尾蛇 那些的青竹丝 因为蛇我只认识这两种 其他不认识 各位钱 都是人的独场所化 那你看现在人独不独啊 只要人心越独 下面的蛇就越独 他感召的磁场 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 他母亲栽培他到美国去留学 回来之后就没有工作 他就是一个靠妈祖 最后在言语上跟母亲有冲突了 就把母亲给宰了 宰了以后还去围称 他的母亲是被外面的人给袭击了 有那么一个高等学历 却没有配上一个最基本人性 那这个人的独场以后奈何桥下面也有 心地不善 拐骗人的钱财或美色 这个现在社会新闻还少嘛 贪官污吏也在其中啊 那是大拐骗啊 然后挑拨是非 幸灾乐祸者 所谓的幸灾乐祸 就是看到你讨厌的人 看到人家遇到不幸的 心里面就有那么一点点 莫名其所然的欢喜心 也都在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大恶 但是这种幸灾乐祸的心 还有一点哦 小时候我们不是会做一个恶劣的动作吗 同学在一起 把人家椅子往后拉 看人家摔了一个 人羊马翻有没有 大家就笑 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好玩的动作 假如我们的子女有这个动作 各位且你要小心 他代表你这个孩子本质有点不太良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恶作剧的动作呢 所以研究今年可以让我们 对我们的子孙的动作看得更清楚 我们就可以防患有未然嘛 不要让他小恶变大恶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哎呀怎样这个外面新闻报道 刚好是我讨厌的人啊 怎样 哦心情就很高兴啊 早就应该这样 各位且且 都叫做幸灾乐祸 那这一点很多人都有了 是不是 所以小心啊 这个都叫做信念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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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就看到别人 所以我真的理解到 你把自己的心插出一面镜子 你就会看到别人 从我们的心就会 我的心是什么 我就会反映出什么东西出来 没问题吧 不会你去照镜子 镜子里面出现一个 你是女的出现一个男的吧 对不对 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照 结果出现一堆狗屎 应该不会吧 对不对 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就映造出什么东西来 那像这样的行为 这些只是小例子啊 细节 凡不胜举 不是我们的告别式的 那个叫做足凡不及被宰 人的小恶真的太多了 那这些小恶 它都会给我们 慢慢领机有没有 造成心性的不良 走到奈何桥 都会被毒水吞噬 耳朵禁气鼻孔出来 眼睛聚去 抖宅出来 上面进去 下面出来 各位前行 你看那个画面会死 所以读地藏菩萨本愿记 有这么一个好处啊 看玉利宝超也有这个好处 会让我们心惊胆战 短时间诸如此不敢做 我讲短时间 因为半个月 一个月有没有 固态附蒙 画面不见了 你现在理解到 为什么我一年总要看这些书 看个一两遍吧 因为我的根迹太烂了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犯错 所以多看几次 吓吓自己 会让我们更为的小心谨慎 狗或非议而动 背里而行 接着就谈 在诸欧章里面 所有的恶 没有离开这两句话 非议 非议就是 不合于道理的事情 不合于道理 就不合于良心本性 这个动是指什么 指你动念 看到一件事情 自己喜欢的 自己讨厌的 里面有喜怒哀乐 爱欲症的这个信念 起来的时候 这个就落在 非议而动 先有一个 心念的起来 萌生 接着就推动 我们的行为 有具体的行为出来了 那就背里而行了 所以行为的原动力 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修道修心 修心修念 所以当讲师 把这八个字背好了 台上就可以站了 修道修心 修心修念 你不论讲哪一个 宗教的经典 古往今来 乃至于未来 十方三十一切诸佛 来人间圈化终身 他讲的东西 我也敢讲 不出八个字 那我们天天送 天天念 对不对 念久了 就是我们的了 在念头上 就能够什么 圣服了 所以所有一切 恶行的根源 就来自于 那一念起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察觉 所以古德教我们 不怕念起 只怕觉齿 为什么不断引导大家 要无日三省无身 要回光返照 因为借由反省的时候 才能够觉察到 自己信念的一个错误 才来得及 嚇阻我后面的一种 不当的一个行为 你等他 付诸于实际的行为 他人间的果报就产生了 那个时候就不叫做 十善 十恶道 叫做十恶业道 也就是有行为了 那如果只是念头 萌生呢 阿赖耶士 落泄的这个种子呢 没有关系 我在回光返照的时候 知道念头不对了 就立刻可以把那个 落泄的恶念 恶法的种子 给它连根进化掉 所以动心念跟具体的行为 它的差异在这里 行为出来了 说了做了 果报就成形了 动一个念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是不好的 还来得及有没有 去把它进化掉 所以真正正本清源的做法 就在念头上去着手 但是它也最难 因为醒着会胡思乱想 有时候睡觉 也不肯放过自己 想好的就飘飘在天堂 想不好的有没有 就在噩梦里面被惊醒 好跟坏都不要想 圣人的最高标准 叫做圣人无梦 因为心里面干净 心里面干净 没有邪思妄念 它怎么会有梦境的成形呢 就不会了 你说你刚刚又在讲 那个学道的过程 你有那么多梦 那个不是 那是在你没有 妄想的过程里面 它的一个启示 不是我们朝思梦想 希望那样子 那会变成神经病 修道要让自己的心干净 尤其练三宝心法 不要寄望练三宝心法 哎呀打通我什么气 气现在孕在哪里 我可以看到什么 我说你什么都看不到 最后大家会看到 你在精神病院里面治疗 学道练心法 是让心干净 心自然既然干净 你还要看到什么 以恶为能 因为不能够没有毅力 所以不能明辨是非 以恶为能 恶就是以逞凶 以作恶 能就觉得我很了不起 我很能干 杀人放过去 我敢做 你们敢吗 把别人认为寡怜 闲耻的事情 他却沾沾自行 现在坊间社会上 有网络 各位请你打开网络 看不是蛮多的吗 做了很多恶行有妙 还自己把它 抛上去 很奇怪 过去人是 自己做错就唯恐人知 还要找一个借口来什么 来做修饰 可是现在是 完完全全不在乎 还要给他放上去 给大家看 所以现在的道德 真的很低落 那一般讲 以恶为能 最严重的 下到所谓的阿比地域去 或者三恶道里面 是这六件事情 各位请一定要去注意 第一个 百善效为先 对于现在自己的父母 要有恭敬 父母已经走了 我们学到可以回向给他 即便父母走了 面对我们自己 在言语 在行为上 曾经对父母起的一个忤 忤逆 我们都要靠着一个 简点 一个省思 我们要对内忏悔 这是我们能做的 第二个 毁谤三宝 圣人 他来人世间 没有收众生 任何一文钱的回报 他苦心节律的 就是要把圣人 体悟的道理 要弘扬给大家 帮助大家 不要堕到 恶道里面 受恶道的苦 圣人的胸襟 如此辽阔 圣人是施恩 不忘报的 圣人的法事 如此尊贵 请问你们 点水之恩 都永全相报 那面对 借由佛法身三宝 可以让我们超生 了死的 这些的圣贤 这些的法宝 我们可以有 轻忽之心 不可以 辱骂六亲 这个六亲 就是宗族了 这个我过去 也犯过错 这个辱骂 就是以前 以前我这个人 就是叛逆心 那个表叔 跟自己的爸爸 在吵架 那时候我念高中 奇怪 自己去咕弄 自己的爸爸 有时候爸爸管得严 再后我讲两句 老姑管这么严 对不对 自己讲 不觉得有错 可是我不允许 别人去 动到我的父亲 所以有一天 表叔就住在对门 我们住在眷称 我爸爸对他 也真的很好 他的娶妻 结婚 都是父亲在操持 所谓的操持 出力要出钱 他身上没有分文 过去的长兄 有这样一个观念 就像王凤言行录 上面讲的 王先生的妈妈 要归空 一直久久 不能够和睦的原因 就是 我那个小儿子 这么不好 没有办法娶妻 将来孤家寡人 多可怜 王先生不是 许诺他母亲吗 我会替这个弟弟 找一门好的婚事 让他成家立业 过去的长兄 真的有这种责任 我从我父亲的身上看到 他对他的表兄 对他的亲弟弟 我的叔叔 他真的做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从小都住在一起 那有一天不知道啥事 那个表叔就 表叔就出口不逊 出口不去以后 好像动手了 我刚好经过 开玩笑 我容得了这些 我劈上去我就打 各位姐姐 你们不要看 我真的如果去当兵 我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满夫 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这些 我的大哥在旁边 被吓到大哥不敢动的 只有我有没有 我刚好经过看到 你居然敢动我爸爸 有没有 踢上去我就打他了 我大哥在房间一直拉 我没有来不及看我爸爸的眼神 我只想谁敢欺负我爸 你给我试试看 当然事后少不了一顿开示教诲 我爸爸说我没大没小 真的有够倒霉的 我在仗义勇为啊 对不对 各位前嫌 分不出刚常文力 我父亲没有嘉奖我 我哥在旁边 玉梅不可以不可以 我管他可不可以 一股血气方刚 有没有先奏再讲 不知道垂了他紧全 他年纪大啊 这怎么经得起我醋呀 结果事后就站在那边 给老爹给开心 没大没小丢我的脸 哎呀 我后来在研究道理才知道 被分 上一代的恩恋情仇 我们下一代不要加入 什么意思 各位前我们跟我们的亲人 长辈里面 你有任何的不满 你不要把这个不满的情绪 传输到你的下一代 去种那个毒素 过去老一辈真的有 那不是我爸爸叫我打 是我刚好有够倒霉经过 看不到就没事 对不对 看不到我后面也不要站那么久 以后叔叔就很规矩了 他要去道歉 他有没有道歉 我也不记得了 以我父亲当时的威严 我想我不敢不道歉 打人家还要跟人家道歉 真的是有够没脸的 对不对 现在才知道五入六七 他是我的叔叔辈 我就不可以 学到以后当然不敢做了 学到以后 他也早就这样会吸归了 这边讲一讲是跟各位前一讲 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不正确 我们认为我们做了对的事情 洋洋自得 可是在刚常伦理 他永远是我们处事 你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不要背离 所以我一直在 我学到以后 我明白这个道理 老一辈的恩怨 一概不加进去 听就好 然后引导他们放下自己 不会在里面 这个所谓的火上加油 唯恐天下不乱不会 清漫师长 我们从开始启蒙 到我们进入学校 进入社会 进入道场 各位亲戚 这一路上来 凡对我们心性 对我们道德有帮助的人 都是我们的老师 那可多者 法生会面的成就 来自于这些老师 来自于师道 父母的养育之恩 你尚且不渴望 法生会面的成就 来自于他们 你怎么可以背离呢 所以态度上轻慢 言语上有妙 恶不 这个都是 以恶为能 乌性善良 也就默许 有的是灌注在 那个不相干的人身上 这个以前我在道场上 也碰过 早期曾经在国外 有过这么一个经验 当时是这样子 因为言语不通 所以都要透过人家翻译 那翻译的时候 那几次就有理解 后学一向有个观念 就是修行的法门不同 但是普行公寂 我不管你基督教啊 什么天主教 什么教 在我的眼里 他是圣的教化 他的立足点是平等的 所以我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门户之间 从里到外 这方面 我应该做得很圆满的 在这个区块 按我们的道卿 有一些人 他有门户之间 他有门户之间 他排斥某些中文 在言语上就不恭敬 在态度上就不礼貌 那有一天就触怒了 当地的一个人 我事后曾经去什么 去跟这位前嫌讲 我说你这样做 我也是不对的 他们因为语言通嘛 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沟通 那我虽然不知道 他们讲什么 但是我约略可以知道 谈得不愉快 而且谈话内容 应该是有 某一些事情发生完 才有后面的一个对谈 我就知道前因后果就结合在一起 我就事后就 事后我就立刻找这位前嫌就谈 我说你的态度是不对的 你的观念一定是错的 因为早期他就跟霍学谈过 他是那种 万般皆下品 我有一贯到最高的人 这是我最怕的人 我很清楚他是这种个性 我就跟他讲这种观念是错的 因为当你得对是当地的人 所以人家就会排挤 后来我是要求他过去跟人家 会几个戏内 你要圆满一点 结果你知道他去他就跟对方怎么讲吗 这是事后人家有另外懂的人就告诉后学 他就讲是他在跟对方讲 他说他会这样子说会这样做都是受你的指示 受后学的指示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又听不懂 我说很简单 因为就在他沟通的时候 对方一直看着我 那个眼神不太正确 你知道吗 眼神不太良善 他说他在讲这些我就笑 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我来了我就走 无所谓 你们本地人要和谐相处就好 你看这是不是无限善 一个修道人还这样子 一个亲口的人还这样做 悲哀啊 杀害众生 对不对 天有好生之德 天只有生养万物 天不杀害万物 万物的老病死 是万物的一个自然的流程 它不是天的意思 所以天既生养万物 那我们人在笑天法地的时候 不也应该要长养慈悲心 不要去残害其他的万物吗 所以这六件事情 是在我们做人修道的时候 首先要去什么 要去排除的 不要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 那会让我们造三个道的恶啊 那因为会去逞恶为以恶为能 觉得做坏事好像很了不起 所以他就会忍作残恶 他会做出很多超出别人想象的残恶的事情 这个忍有很多的意思 一个叫做安住也叫做忍 另外叫忍耐 忍耐就是包容 他忍还有另外一个死叫做残酷 所以我们在读师尊谈道路的时候 师尊老大人引梁慧王的故事 说他要发动战争 可是他吃素 他对于动物的死亡 他有不忍心 可是他对于百姓的人 他没有感觉 这是很奇怪的事 那个忍字就是残酷的意思 很新啊 那我们所有 我要提醒各位情节 不要对你的过去生有太多的好奇 你要经营的是你的未来 会更为明朗 更为亮丽才是重点 所以不要探求自己的过去 挖掘过去没意义的 而且你透过树柔动静 所挖掘的未必是正确 百分之九十几分 几乎是百分之百啦 除非你遇到能人意识 要不然都是百分之百 都是什么 哄骗人知钱财者 用一些写取的话 有没有弄了你 所谓的一嫩一嫩 反正你也不能查证嘛 正确的观念 所有众生 都是过去父母 都是未来诸佛 这句话没错吧 因为众生接据如来佛性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爱之护之 这个疑是适疑的疑 我打错了 应该要去爱护众生 所以跟我们同形体的 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联系 我们要成全 跟我们不同形体的那些众生 我们要爱护他们 所以李洞宾大仙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世人欲求长寿 即以戒杀放生 因为不戒杀不放生 将会招来什么 招来果报 你戒杀放生 那循环出来是好的 他会循环出什么样的一个因果呢 他死之时 你去救他 我死之时 他就来救我 我不敢讲你死之时 怕你们听得有没有 很不舒服 我就讲我死的时候 今天我救了一个小昆虫 来日我死 他就来救我 我们在那个连池大师的放生路里面 看到很多的真实故事 我们在过去历史上 不是有很多的典故吗 书生父亲赶考 救了飘在河里的蚂蚁 结果有没有 考卷的时候蚂蚁趴在上面 赶也赶不走 于是主考官就知道 这个人必有应得就入用他了 那有一些在放生路讲的 有一户人家 每一天都要什么 杀青蛙 要杀很多青蛙来进补的 所以厨房里的水缸很多啊 杀了多少主人也不知道 里面有一个佣人 一个奴辈 他看到这样天天杀青蛙 交给厨房 他觉得很残忍 所以只要厨房的 缸里面的青蛙没有了 就是今天没杀 就把他偷偷放掉了 反正主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没有了他就不杀 然后第二天再叫人补 这个用人就做这件事情 那有一天 有一天啊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他做错事情 过去的卖身为庐 是没有地位的 就被这个主人毒打一顿啊 浑身片体离伤 体悟完腹啊 把他关在那个柴房里面 到了晚上 这个用人觉得全身清凉 那青蛙爬满了全身 在他的伤口上面去舔 他就全身而遇了 这些都是青蛙抱了吗 所以你救他 他就救你啊 吕东宾大仙 他是先知先觉者 他把我们看不到的危险事迹 他告诉我们 我们奉回圣职 我们去做了 有一天 我死之时 他来救我 当然前提是 不该死的时候 要死掉了 那个如果受众重情 我活到八十岁 要死掉了 青蛙来也没用啊 是不是 那那个时候 他来救我 还会有怨气呢 飘飘到天堂 你把我拉下来干什么 所以我讲 一些危难的时候 你施恩给别人 别人就来帮我们 连小动物都会报恩 所以英贼良善 暗武军亲 这是指心地凶险的人 有种人很厉害 那个杀人不眨眼 有没有 然后表面跟实际上差很多 这两句话就是案件伤人 以前不是说一句话 你这个人真的很 你可能算得傲得傲得 把人给你勾起 给你买我 还帮他算钞票 不是我很笨 是对方实在太聪明 我不知道他这么坏啊 他就跟我说 他是好人啊 他又不是讲过 我被那个诈骗集团 给盯上吗 他一直讲 对我只好哦 你遇到我 所以有没有 我可以防止你 不要被诈骗集团 给诈骗 我真的很感恩哦 我说那政府机构 有你真的是太好了 公务这么繁忙有没有 就为了我一件小事 你电话上一直千听 你万交代 讲了一两个小时 我说大家都说 现在的服务人态度不好 我觉得不是啊 我下次一定要同书说 你们公仆做得很好啊 他说如果每个人像你一样 这样体谅我们 就和谐了 我对那个诈骗集团 如此的千感恩万感谢 最后他就是诈骗集团 为了要防范 你不要再被别人骗 所以情报 你的户头告诉我 我说每个人都要吗 我先生也要吗 他要 我说那我儿子女儿呢 那个小的时候 有存款不由局的 他说最好聚系米 后来是灵机一动啊 聊了两个小时 要去上厕所 一转身一看 那个迷勒主持在笑 所以我感觉到 好像不太对劲 我就跟对方讲 你不要等我 他说我一定要等你 我说你不要等啊 我现在不是小号是大号 他没关系大号也无法 我说你不要啊 公募那么繁忙有没有 等我解决完毕 我会打给你联络 我就去对面 就把他挂掉 去对面面具打电话 一查那个165 是个诈骗集团 我还记得 电话号码一报 小姐 你碰到诈骗集团 结果我这边 还来不及回神 他那边又打我手机过来 我之厉害的 所以人家说 金光党骗人 都是因为这个人 有贪财之心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是觉得世界上 都是好人 难得让我碰到 这么好的人 所以千感谢万感谢 没想到 他就是那个案件 要伤我的人 被伤者由不自觉 这纯性是阴毒 所以诈骗 是一个非常糟的事情 存心不善 所以古德讲一句话 他说 怎么种的业就怎么得 我们读过过去一些阿罗汉的修行的故事 那些阿罗汉在没有成就之前 在因地修行曾经犯了错 曾经用射箭射死人 曾经用毒药毒死一些东西 当他做阿罗汉的时候 他要偿还这个业报 他也是被剑射死 他也是被什么 被毒毒死 所以印了一句话 我们送出去的东西 我们又把它收回来 所以过年喜欢收到 真正的红包 你就用真心待人 你不希望收到一个红包 里面是假钞 对不对 你就不要去虚心假意 谢谢